可能你会问说 为什么你要把你的信仰传给你的儿孙 其实这些儿孙他们现在面对的社会 跟我们当年可是大大不同 所以他们有一个信仰的话 可以帮助他们 他们个人的性格 他们个人的思想都不一样 给他们有一个选择 让他们成为一个社会的中间分子 然后把福音带入他们的家庭 成为一个很快乐的家庭 就这样子